可能是世界上最轻的吸塵机 最高档连米都能吸到 可以看看我们的集塵盒 看到吗? 天米在飞 Hello 大家好 我是May 我手上拿着这枝那么轻的吸塵机 可能是世界上最轻的吸塵机 它轻得怎样呢? 轻过一支一粒的水 轻过一粒的水 我觉得它比一粒的水 其实它这么轻 你觉得好像玩具一样 是不是真的可以吸 通常这些都是吸汽车 但它有15000pa的吸力 不是弱的 15000pa的吸力 但它最得我宽心的是 它的口是虽然很小 像说要吸很久 但它很灵活 因为变相又薄又小 它可以进到很入的地方 很薄的地方 但最得我宽心还没说 就是它吸头发是完全不卡的 因为它的头 它最伸长的头 是没有那些缸 它只需要吸收 所以无论是头发 毛都不会在这里 卡住 然后你的缸 试过 如果头发一直纏着 那些缸 就会卡住 那些头发 到它里面 也不会有层袋 垃圾的时候 那层袋是不需要的 我们走近来看 它的头发 我刚才吸了很多头发 它是会有一个可以充洗的 像铁丝网 那些层 只需要这样打开 就已经可以倒层了 但我先收起来 这个是一个 又很强吸力 又很轻 但也能吸到很多层 很多头发 都不害怕 因为我家里发现最多 不是不止层 而是头发 由于它这么轻 它其实可以做长身短 缩短了之后 它就会有毛毛刷 可以这样勾出来 接着就已经可以 吸收梳化 吸收我们这些 布藝的傢俱 它就可以这样掃 有时那些 桌面或櫃面 都需要那些 轻吸神机 但它真的很轻 它有两个吸力 亦都可以 这么轻 可以拼长它 去吸收天花板 拆了这个地拖头之后 拼回斜角头 接着 就已经 吸收到天花板 冷气机旁边的位置 完全没问题 很轻 而且完全不会觉得 自己很累的手 还有 它是静到 让大家听声 去到最大的吸力 那个声音是很静的 我觉得是吸塵机来说 暂时来说 暂时最轻就是它 暂时最静也是它 这个吸塵机 是推介给什么朋友呢 推介给你家里 其实已经是有 拖地吸塵机 拖水吸塵机 那些 但你都需要一个 很轻便的吸塵机 去吸我们的头发 吸厕所里面的头发 每一天 厕所里面都会有很多头发 我发觉到 如果放一个小小的 在厕所 就可以随时 很快地 清理整个地下的头发 而且很小 如果家里面积 不是那么大 一般的 在家用吸塵机 吸到地下的 吸塵机 是很大 头发很大 很长 你拖上来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觉到 好像家里这么小 都不需要吸塵机 但是如果 在窝居 用这个 就很灵活地 两三东西 就可以吸到所有的层 我们吸到头发 这些位置 是不会纏绕在这里 吸了在这里 我们可以把它倒掉 接着这个 这个是杂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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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全环再用 不需要再买杂层袋 用 很环保 这个是濾芯 拿出来之后 这个就是HIPPA的濾芒 可以用它洗 洗完之后 吹到完全干 才可以再放进去 这个呢 吸塵机 已经近来越出越多 但是 是这么轻的 好像汽车吸塵机 这些类别的吸塵机 即是 手提吸塵机 我是试了不同款 也有几款 试了 但是 很少可以是 那么短 吸力可以很强 最高档 连米 都能吸到 可以看看我们的杂层盒 看到 米在飞 但是我怀疑 它应该是 因为这个扁 扁头 所以令到它可以生长 之后 吸力仍然保持到 是很强的吸力 因为这些头发 是软软的 这样吸引 这个就是SOYE 日本品牌SOYE 的一个 无线手提吸塵机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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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